食物在台灣算是非常少的 因為它那個會瀕臨卷腫的原因 大致上是因為人類大量破壞他們居住的山區 才會造成他們瀕臨卷腫 然後又住哪裡就會跑出來 然後一跑出來就更有可能會讓他們被車撞到 或是直接餓死在山林裡面 我們發現有很多野生動物會被獵殺 而台灣也有這樣的問題 許多人常常在開車時不小心撞到石虎 造成台灣的石虎逐漸減少 我們不能坐視不管 決定設計一款桌遊 讓我們的同學玩 在桌遊的過程中 他們可以學到一些關於石虎的事情 如果直接講知識給他們聽的話 他們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但如果透過桌遊的話 他們或許就不會覺得那麼無聊吧 因為我很喜歡貓咪 可是石虎很像貓咪 我也很喜歡石虎 樹表示生靈要往上走 汽車表示露煞要往下走 慢慢學到讓其他同學 了解到石虎露煞的危機 所以可以告訴自己的家人 家人在慢慢擴散給親朋好友 就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石虎露煞的問題 因為人跟動物植物所有生物全部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平等的 不應該去破壞他們的棲地或是去搶奪他們的地盤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桌遊 讓大家了解保育石虎的重要 我們的收穫是 雖然荷體板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看到大家對石虎更了解 更珍重 就覺得很開心 希望可以讓保育石虎的概念持續延續下去 在行進路上的時候 讓許多駕駛注意到他們放慢腳 放慢速度讓石虎迅速通行 我在製作過程中是負責畫底板和設計石虎 這支是我設計的 我們可能在有時間 或者有時間 並在不會經駕到石虎的情況下 去看看石虎的居住環境 我們在一起 進入了一天 有三天 寫的四天 點餐 點餐 這兩天 有三天 按摩 點餐 按摩